包拯在王丞相面前表示 如果说圣上恩准 他愿意到玉成宫里边 去查清这闹鬼之事 王延龄听完之后 瞧了瞧旁边的了然和尚 老禅师 你看此事可行吗 他为什么问这了然呢 这个两人和尚在王延龄心目当中啊 这是办了人办了神仙 大象国寺里边的主持 而且外边传言 这个和尚 道德高尚 甚有法术 能知未来过去之事 今天所以到这来降降 也就是求和尚 给帮帮忙 他那一问这了然和尚 了然和尚在旁边说 长相 这包拯 在定远县 能够审断乌盆的冤魂之案 我想也能到玉成宫里 你看看个究竟啊 王延龄一听 这个主持都这么说 看来这个事就可行了 于是王延龄就问包公 包长啊 我问你 你说这玉成宫里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包公说 长相 这玉成宫我还没去呢 我不知道玉成宫里是一种什么现象 我无法向您回答 王延龄说 你审问吴盆之案 你说吴盆会说话 据你所说 这人世上有鬼怪存在吗 包公说 丞相 以废原所见 我觉得人世上并没有鬼怪 谁见得过鬼啊 谁见得过灵魂呢 但是这人世上 水不平则流 人不平则明 有很多不平的事情 需要为他申冤 往往就出现一些怪现象 通过这种怪现象 你会查找到事情的本来面目 甚至 透过这个怪现象 会查看出 事件本身藏意的冤屈 我审问那个吴盆案就是这样 我想这玉成功里边 是不是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呢 现在我没到那去 还不得而知 王延龄说 好吧 包拯 最近这两天 你不要离开这大象国司 听候我的消息 包公说好 我这几天 绝不离开此地 就这样 专相王延龄 在大象国司里头 由将礼翻箱 拜礼回佛 最后 向了然和尚告辞 王丞相走了 王丞相走了之后 这包心可恶坏了 包心说 嘿 大人 怎么样 我窗户外边 喊着一声冤 喊得有用了吧 包公说 没治你的罪就不错了 包心说 就因为这丞相啊 他把我这事给忘了 竟听您说 什么沈嫩乌盆啊 什么这个宫里边闹鬼啊 竟说这个了 要不然的话 我这一嗓子 把丞相吓一跳 说不定啊 找个差 治我个什么队 包公说 就是啊 了然和尚在旁边说 包心 你这一声喊得很好 你这一喊 你看 包拯的事 这就出了头了吧 包拯说 师父 我到玉琛宫 就是能去得上 我自个的事 也不见得就能出得了头啊 了然和尚 微微一笑 包拯 我看 如果你能到玉琛宫去 此乃大吉之事 他们在这谈了一番 最后 包拯就在这个大象国寺里边等着 等一天没动静 等两天没消息 等到了第五天 忽然这天上午 来了两个差人 这两个差人先找了然和尚 见到老主持就跟他说了 说王丞相啊 准备一会儿派教 来接力包拯到他的相府中去 有重要事情跟他说 了然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包拯 跟包拯就说了 说包拯啊 你现在这个道家打扮可以免去了 我估算着 王丞相派人用轿接你到相府 肯定是当今圣上要召见你 如果召见你的话 你是个道家打扮 皇上要问你 你是出家人吗 你怎么说呀 你不是出家人 我这是为了让你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待着 方便 出入不惹人注目 才把你们主仆二人打扮成一个老道的模样 可是现在要是真正见皇上 你要说是老道 那你就有盟君之罪呀 包拯一听 这两人和尚说的也有个理 说那怎么办呢 你呀 欢俗吧 于是包拯把自己这个道官也摘掉了 法际重新梳理 换上俗家的衣服 刚换好了 王丞相那大叫就来了 人一往里边这一禀报 包拯跟着这个 差人就走出了相国寺 告诉包兴 在相国寺里边好好地等着我 包兴就说了 当然 但愿您这一去 皇上就把您过去的事 给您纠正过来了 给您官复原职 别的话不要说 你就等着我就得了 包拯在相国寺门外上了叫 人台叫起来到了丞相府 一见王严林 王严林说包拯啊 那天在大相国寺 我回来以后 我回来以后把你这个事情向当今圣上做了禀告 当今圣上决定今天要召见你 就在仁寿宫 有可能今天晚上就让你进玉尘宫观桥 包拯一听 包拯一听好吧 于是王严林准备了两成轿 他做一成轿 包拯做一成轿 购奔仁寿宫 包拯坐在轿里边 也没有机会上外边细心观察 这个轿是走在哪道宫门 他也不知道 反正是进了宫院了 在仁寿宫外 轿落地了 包拯和王严林分别都吓了叫 王严林告诉包拯啊 你就在这里等候 我到里边见到圣上 然后传见于你 包拯站在仁寿宫的门外 等候着 王严林买步走进去了 一会儿的功夫 王严林出来了 包拯 圣上要召见你 你今天穿的是一身便服 平民百姓 我本想给你换一身官服 但是这样的话 有欺君之嫌 因为你是罢免的县官了 圣上如果问到你这件事的时候 你可以以时相告 包拯说是 我知道 王严林领着包拯就走进了仁寿宫 走进来之后 包拯抬头往对面一瞧 正当中坐着的 就是当朝的皇帝 四帝仁宗 这皇上很年轻 刚刚登基不久 仁宗皇帝一瞧包拯走进来 一看这个仁 这仁宗皇帝就觉得 这仁 与众不同 哪儿不同啊 长相不同 这脸长得幽黑 脑门上还有一个白月牙 仁宗皇帝心想 吵这个意思 这个人就能够降妖出邪啊 相貌不同 必有特殊的技能 包拯进来跪到十大礼 给当今皇上磕头 仁宗皇帝望下一瞧 包拯 身着便服 皇上就问了 夏贵 你是包拯吗 包拯说 正是草民包拯 嗯 包拯 我听说你是近世出身 后来 去当了一个县令 怎么口称草民呢 包拯说 陛下 我虽然是到定远县 当离人县令 但是现在 因故 罢官 免职了 因为什么呀 于是包拯 就把在定远县 怎么审问 吴盆 障壁 赵大的事情 说了一面 同时在这里边 也夹杂着自己的 个人见解 认为这个事情 他是冤屈的 包拯把这话说完了 皇上一听 点了点头 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利不服 怎么这么做事呢 包拯心里边暗乐 心想得 这一状我算告成了 皇上都说了 利不服 你怎么这么干事 等着这事完了呢 皇上非得 对你们利不服 这种做事 急于指责不可 接着话锋一转 这皇上就万包公了 包长啊 你能 降妖出邪吗 包长说 陛下 臣不能降妖出邪 但臣有胆量 可以查看究竟 追求事情的本末缘由 我想 我想 事出有阴 水流有缘 玉尘宫内 我听王丞相所说 出现的事情 定有一个什么缘故 只是 臣未到其地 不敢妄言 好 今天晚上 就让你 就让你到 玉尘宫去 来呀 把杨太监招来 说到这里 外边去了一个人 不会儿的功夫 领见了一位太监来 这个太监叫杨忠 这个杨忠啊 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 长得白白胖胖的 海下无须 细皮嫩肉 瞅那个样子 这个面容很善良 笑嘛喝的 这个杨忠 就是玉尘宫里边的太监 杨忠来到这里跪下 给皇上口头见礼 然后 皇上就说了 杨忠啊 再 今天晚上 你领着这包拯 到玉尘宫去一趟 这个包拯 要到玉尘宫 查看一看 宫中出现的 闹鬼出邪之事 听明白了吗 杨忠说 是 陛下 臣知道了 我领着他去也就是了 好吧 现在你可以领着包拯 先去吃饭 吃完了晚饭之后 然后带着他去玉尘宫 是 皇上说完了 这包拯跟杨忠两个人 有打这人寿宫里边可就出来了 王延宁跟包拯就说了 说包拯啊 我可回府了 你跟杨公公到玉尘宫去 不管是个什么情况 明天一定向皇帝有一个禀报 我明天一早 还到这宫里来 咱们两个先见面 然后我领着你再见 皇帝禀报 包拯说我知道了 丞相 那您就请回吧 包拯有打大象 波寺里边这一出来 这可就大半天了 您想啊 上午 到的丞相府 王丞相嘱咐他完了之后 准备他叫 那么在丞相府里边吃的是午饭 午饭吃完了 跟着丞相坐着叫来的 倒在这里见了皇上 皇上这么一问他 最后又找到了这杨忠 让杨忠领着他在宫里边吃了顿晚饭 晚饭吃完 杨忠领着这包拯 往前走 这杨忠就跟包拯说 你呀跟我走 跟你说这个公院里头啊 地广房多 到处都有说道 不要随便烂溜达 啊 你要离开我随便烂溜达 说不定错走一步 你就犯了罪了 包拯一听 我知道我知道 公公 我不离您的身旁 哎 那就对了 感情这杨忠啊 是话牢 这道上一边走着 嘴就不停着 一个劲的跟这包拯在这聊 包拯呢 老那么听着 半天不言语 这杨忠说了半天话 一看包拯不言语 他还急了 哎 我说这包拯啊 我说了这么半天话 你明白没有啊 包拯说我知道啊 我听着呢 那么你听着 你怎么不说话呀 包拯说 我听您说的 我说什么 哦 合着 我给你解闷了 啊 我等说了半天 你一句也不搭成 这咱俩走着道 他多别扭啊 知道吗 这公院里边 可老大了 想走得欲成功 得走老半天 你说你也不言语 这我自个觉得 他难受啊 公公 您说 让我说什么 甭别的 我瞅着 你这个小子 长得黑幽幽的 挺有个人缘 这脑门还长一月牙 挺有叶子 我问你 你叫包拯 还叫什么名字 好西人 哦 包拯 包西人 有小名吗 包拯心想 这杨公公真是吃饱了 闲得没事 你问我小名干嘛呀 包拯说 没有小名 没有小名 嘿 这人哪有没小名呢 要搁着我 就瞅着你长这模样 我就给你起个小名 你就叫黑子 包拯心想 真让你猜对了 我小名还真叫黑子 包拯说 好 公公 那我就叫黑子 我说啊 包黑 他接着他就那么叫上了 包黑 进我公院吗 包拯说 没有啊 我有什么资格能到公院中来呀 教师啊 今天 你能跟着我在这公院里边到处溜达 这可真是你们家祖坟里边不定冒了几户青烟呢 啊 一般的人 当了一辈子官都没进过这公院 进这公院里头 那可得够资格有身份 今天 你小子就是一介平民百姓 穿着一身便装 你就跟着我进了公院了 嘿 瞧见没啊 说着话一抬头前面有一道宫门 上面写的是昭德门 这宫门这个地方 有黄门关 这里边还有宫中的禁卫 在这站着 哎呦 杨公公 您来了 对了 我来了 今天我是奉旨啦 请了一位新官来 新官 就是天上星星那个星 新官呢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 就是巫师之类的 想要捉怪的嘛 哎 范天星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我请了那新官来 要到玉成宫去一趟 好 您请 这杨忠 领着包宫 就进了昭德门 进了昭德门之后 杨忠一回头 我说包长啊 知道这门吗 这叫昭德门 是 这个门 外头 那就前宫 院里 一跨进这门口 这就进入内宫了 这内宫里边 可是皇上的三宫六院 七十二嫔妃 居住的地方 到这 不能随便乱串 你是哪个宫里的 就是哪个宫里的 串错了地方 这都是违法的 事实 我知道 瞧见没有 一进这内宫 这路上铺的 这叫汉白玉 你看它白 这个东西 都是从南方运来的 哎 好 走着走着 前面又一道门 包长啊 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 这叫凤仪门 哦 好好 瞧见那凤仪门吗 进了那凤仪门之后 当家这路可就分开了 往右边 是奔玉尘宫 往左边 是奔金华宫 当年 老皇上在位的时候 这左边的金华宫 就是西宫娘娘 右边的玉尘宫 就是东宫娘娘 一直往前走 那就是昭阳院正宫娘娘 哦 是是是 咱们呢 今儿个忘要拐 咱奔玉尘宫 是 你怎么老是啊 啊 好 那我没有别的说的 唉 包长 我问你 你胆大胆小 包公说我胆还行吧 我要没有胆子 怎么赶到玉尘宫里来呢 嘿 就是 我这个人胆就大 你知道吗 我是堪玉尘宫的 这玉尘宫里闹鬼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可是就是我 敢在这玉尘宫里待着 包长说 公公 难道说您就不怕鬼吗 鬼啊 但我也害怕呀 但是 我人送外号养的胆啊 我虽然害怕 但是我敢不离开这 别人不敢进来 我敢在这里边睡觉 闹鬼啊 他闹他的 我睡我的 我这个人呢 胡吃闷睡火化石 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 这鬼他折腾惯了啊 嘿 他也不理我了 哦 包长听到这里 他突然感觉到 这杨忠宫这个人有点意思 接着这包长可就说了 杨公公 照您这么说 这鬼不加害于您 嗨呀 这鬼呀 他闹腾 他是吓唬人 你这个人要是不怕 他也不能怕你怎么着 你说 他能来掐我来吗 我没得罪他呀 我想这鬼他闹腾啊 肯定 事出有因 他不定是恨谁 这都是怨鬼 冤鬼 我不是他的对头啊 他干嘛找我呀 哦 杨公公 那么玉成宫里边 这个鬼 他都是怎么闹法呢 怎么闹法啊 我告诉你 他胆小的 在这一刻钟都待不了啊 哎 哎 这话刚说到这一抬头 看见没有 玉成宫 到了